Odio Jungle Odio Jungle 儿媳离婚后嫁给公共,舅母和外甥结婚HELLIP HELLIP,如此有被伦理的婚姻,原本以为只存在于电视距离 但它就发生在湖南长沙市开服区,而且还不止一起 但这一切,却不是为了爱情,而是为了套区拆迁补偿款 封面新闻报道,开服区,位于长沙市主城区北部,于长沙县、芙蓉区、越路区接壤 2016年,常住人口62.16末人,是楚汉明城和湖湘文化的重要发祥地 也是中国四大名秀之一箱秀的发源地 这次的拆迁地,位于开服区流洋河街道、近临福原西路和车站大道 60多岁的当地人杨先生表示 去年7月,政府开始通知拆迁 拆迁补偿金,每人14末,约2.19末美元 并建了安置房,以一套房9.5末元,约1.5末美元的价格出售给村民 一个人有购买一套房的资格,原本只有夫妻两人 离婚后,丈夫再娶一个,妻子再嫁一个 家里就可以多出两个人来,就可以多领两个14末,多买两套房 杨先生解释,那些妻子离婚后户口不在本村的,立即嫁给公共 至少也能保证丈夫再娶一个进屋,家里多一个人领钱 而那些丈夫离婚后,户口不在本村的,也立即娶了舅娘 可以保证妻子再嫁一个丈夫,多买一套房 久末多买一套,以后装修好再卖出去,得翻好机备美 杨先生认为,正是因为有这个诱因,才导致了近期出现了大量荒唐婚姻 甚至连社区书记,也来分一杯更